离婚太冲动,30天内可撤回 为减少头脑发热式离婚 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了 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的30天内为离婚冷静期 在此期间内,任何一方都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这一内容也成为了近期大家热议的话题 除此之外,与婚姻有关的民法典内容还做出了许多调整 今天我们的帮忙记者继续向律师咨询民法典相关修改后的内容 如果双方要协议离婚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到民证部门去 按照原来的规定就是你到民证部门 可能当天当上午就很快就可以办好了 但这一次呢就是你去了民证部门 当你双方带好离婚协议书 带好相关的证件到民证部门去递交离婚申请之后 要等一个30天 那么在这30天之内呢 如果有任何一方去民证部门撤回了这个离婚登记申请 那么这次离婚就算是失败了 你可能要再来一次 罗容律师介绍民法典修改的这部分内容 主要是针对在一时冲动下要离婚的夫妻 很有可能通过这样的冷静期能够挽回一段婚姻 而在此次婚姻法修改的内容中 还有很多利于保护女性权益的规定 比如说他有一个这个叫做家务劳动补偿权 那么法律规定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离婚的时候 一方如果是长期照顾家庭孩子老人负担这样的一个家务 那么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可以向另外一方索取一定的补偿 这个也是原来法律上没有规定的 如今很多家庭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状态 对于长期不从事社会工作 只在家照顾家庭的女性来说 一旦离婚似乎就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 而在新修改的民法典中也对此做出了相应改变 就是婚内财产分割的权利 原来我们婚姻法的规定就是 如果说你要想分割夫妻的双方的财产 那么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能提出来 但这一次他规定如果是在父母孩子 就是生病住院的时候 或者说你发现对方有这个挥霍财产的时候 那么在婚内你可以分割双方的共同财产 那么这个可能就会让一些 有一些他不愿意去离婚 但他同时又想把夫妻财产分开的这一部分人 那么这次法律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支持 除了在婚内可进行财产分割之外 对于夫妻共同债务 民法典也有了明确规定 所谓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呢 这次的法典的规定应该是有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共债共签 就是你借了一笔带双方共同去签字 第二个就是事后补签 当时没有签事后去补签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笔钱有证据证明 是用于了家庭的共同开支 第四个呢其实是对于债权人讲的 如果说有一方去借了钱 债权人你要来证明 你借的这笔钱用于了他们家庭的共同生产或者经营 那这样的话就算是夫妻共同债务 同样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来说 很多时候女方并不了解自己丈夫在外的经营及债务状况 而如果男方在此时想要抵押夫妻共同财产时 也需要双方共同签字 比如说你要把房子拿去抵押 你签不签这个字就非常重要 你签了这个字 可能房子到时候会作为夫妻共同的这个债务就被执行走 但如果你不签这个字 可能这个房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这个我认为也是比较重要 当然这一点其实是把我们原来司法解释的内容 就是吸收到了 放到了民发店里面